客運長途行駛為了幫民眾打發時間 會設置電視播放影片 但民眾投訴 這個月1號早上 他從新店搭乘客運到台中 電視播的竟然是充滿暴力 和性暗式的鏡頭 看似科幻動作片 但鏡頭卻不時出現 不雅的纏鬥姿勢 似乎不太適合小朋友 這種影片出現在客運上 也讓其他人看了臉紅心跳 教壞小孩吧 OK 非常不好的一個 對社會或者是說 比較年輕的是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新幹事的鏡頭 既然是成年人看了都尷尬 更何況這車上 倘若有小孩實在很不妥 而且影片被列為限制集 未滿18歲的人不得觀賞 怎麼還會在車上播放 怎麼會播剩自己的 沒有時間看 所以播什麼你也不知道 對啊 這是金馬獎銀展他們有播放這部影片 你確定嗎 對啊 金馬銀展它有播放 這會要求那個公播公司 立即撤組織 把這個影片撤掉 客運業者表示 影片的委託代理商挑選 會趕快撤掉不妥電影 依據衛福部規定 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播送 有害身心健康的暴力血腥影片 業者說日法官恐怕已經設法 可依法對業者開罰 5萬元以上罰款 這裏是為燕營新北市報道 謝謝 謝謝 謝謝